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029章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皮尔吃了一惊 他向远处看的时候 只见前方一群高大的石柱出现在他的眼帘里面 这些石柱上刻这大大小小的神像 这些神像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神像上面显得有些斑驳不堪 这正是他们到黄金岛的必经之地 他们从凌晨的时候出发 要远离黄金岛 现在走了几个小时了 按理说已经离开了黄金岛的海域了 可是他们现在竟然还在当地打转 该死 船长呢 你到底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皮尔怒气冲冲的跑到了船舱里面 他找到了很有经验的船长质问道 原谅我 我已经尽力了 船长看着前方那些神像 他也有些吃惊地说 我以前 都是按照自己的感觉走的 但是 我的感觉 现在不准了 不知道为什么 罗盘呢 快拿出来 我们现在要快点找出来一条逃命的航线来 我们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皮尔几乎是用吼声吼出来的这句话 皮尔少爷 你是经常来这里的 你应该知道这个地方的危险性 船长拿出了指南针道 这个地方的磁场十分的诡异 我们的指南针 根本找不出来一条合适的路 那你现在告诉我 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想对我说 我们出不去了 我们要被埋葬到这片海域 我们会被外星人抓住回去做实验 或者说 我们会被拖到海里喂鱼吗 皮尔大吼了起来 对不起 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船长也有些无奈地说 靠 我还不想死呢 照着那个方向冲过去 我不相信 我们冲不过去 皮尔随意地指了一个方向道 那个地方 可能会有暗礁的 船长有些心惊胆战地说 你怎么知道的 皮尔瞪了他一眼道 皮尔少爷 我凭的是感觉 我感觉那个地方 一定会有暗礁的 船长答道 让你的感觉 见鬼去吧 你的感觉 要是真的准 你也不会把我们 带到这个鬼地方 来出不去的 皮尔怒道 皮尔 等等 兰西叫住了皮尔 女神 我们可能会死在这里了 天啊 我不想死 不过 我觉得这一定是天意 皮尔做出一副伤心的样子说 兰西 我要是你 我现在就从了我自己了 我现在想说点正经的东西 兰西看了皮尔一眼 她皱了皱眉头 然后向远处一直道 你看 那个地方有什么异常吗 那个地方 皮尔顺这兰西所指的方向 看了看 她并没有在那里 发现什么特殊的地方 她摇摇头道 很普通啊 我一直看不到那里 到底有什么特殊的 你看 海水的颜色 有些发暗 发黑 甚至像是墨水一样 兰西道 好吧 我看到了 可是这与我们现在的处境有关系吗 皮尔有些似懂非懂的说道 当然有关系 兰西严肃的说 我之前喜欢冲浪 我也喜欢极限运动 所以 我到过很多危险的海域 在那里 我见识到的东西比较多 那个地方的海水很黑 黑的让人感觉到有些 心惊胆战 我觉得这一定不是什么好事 那些到底是什么玩意 哦 天啊 这并不是单纯的海水 那些黑色的东西 是某些黑色的生物 皮尔总算是看清楚了 可以负责地告诉你 那是一些深海的生物 叫做魔鬼 你可以把它们当作魔鬼 事实上 这是一种介于鱼与黑暗生物之间的东西 兰西道 这些东西 能把人给撕成碎片的 哦 不 快向其他的方向开进 我们要逃离这里 皮尔惊恐地尖叫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本来平静的海面上 突然翻起了大浪 这个小船 在这巨浪中 显得飘忽不定 稳定船身 快点 不要让船翻了 该死 这风浪 是从哪里来的 来得太突然了 船长吼了起来 所有人都抓紧船身 一会儿 可能会遇到一些颠簸的感受 这种感觉 可能会让人显得有些不太舒适 一阵巨浪 把船长的声音 给淹没了 船身剧烈地抖动了起来 一阵阵的巨浪 接连不断地涌来 这艘小船被激浪打翻 风雨飘摇中的小船 现在已经不再是藏身的地方了 一生生的绝望 从船身中传来 许彤彤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 发闲的海水 一阵阵地向他的喉咙中灌去 紧接着 一个巨浪再次向他袭来 他正正地看着那个巨浪 一时间心里一片空白 他觉得 自己很有可能会死在这里了 虽然不甘心 但是对此他没有丝毫办法 他闭上眼睛 迎接死亡的来临 就在这个时候 一尾鱼在水里翻出一道浪花 紧接着一个女孩 在海水钻了出来 他抓住许彤彤的肩膀 猛地潜入了海水之中 躲过这巨浪之后 许彤彤被送出了海面 他觉得脚下十分的坚实 他低头一看 不由得吃了一惊 只见他脚下的海水下方 有一个巨大的黑影 在向前缓缓地游着 这是一个十分巨大的魔鬼鱼 这条鱼 比起普通的魔鬼鱼 要大上十多倍 附近的海水里面 都是他的身影 而他现在就站在魔鬼鱼的背部 在周边的海水里 有数张陌生的面孔 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些人有男有女 他们只是看了许彤彤一眼 然后翻身钻入了水中 在他们钻入水中的瞬间 许彤彤明显地看到了 有一条尾巴向上一番 美人鱼 许彤彤的心里 瞬间出现了这三个字 可不是吗 刚才他已经看清楚了 这些人是人身鱼尾的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美人鱼吗 你没事吧 一个柔柔的声音传了过来 许彤彤连忙回头 只见他身后有一条鱼 不对 是一个人 也不对 是人鱼 缓缓地向他游过来 来到了许彤彤的身边 这个人尾部微微的一躯 然后他的鱼尾 瞬间变成了两条纤细的腿来 他站了起来 走到了许彤彤的身边 那他就会许彤彤的身边 是个人 这就会许彤彤的身边 是个人 他许彤彤的身边